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英姐 今天天氣真的很熱 有30度 31度 你見到我其實整個都是夏天的裝束 各位網友都知道 我家裡有兩隻狗狗來了英國 我今天去這間Ped Shop買些狗的用具去補給一下 順便介紹給大家知道 這裡買的狗用品的價錢和款式 夠不夠香港那麼多 夠不夠香港那麼漂亮呢 一起進去看看 我知道很多香港朋友都有養貓 在這裡看到很多貓的玩具 價錢大概這些都是四磅半左右的 有貓糧 有很多貓的用品 所以大家都不用太擔心 種類可能比香港還要多 例如這些都是19.79一包的 我想跟香港價錢都不會差很遠 甚至乎可能比香港便宜也不定 不過這裡的貓糧都是在英國做的 我們看看價錢 都是比較合理的 這些是貓的袋子 有時候還會有些特價 貓糧貓糧方面都有很多選擇 大部分可能是歐洲製造 有些貓糧 有些貓鳥腱 有些是貓糧腱 有些貓糧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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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英國人都會有養寵物 還有一些貓的其他產品 這些貓繩、貓帶 都是3磅左右 所以大家不用太擔心 帶寵物來會不會買不到食物 買不到日用品 又不用特別寄過來 因為其實在這裏的價錢不會比香港貴 所以大家可以節省很多運費 我們看到有些貓的零食 我感覺上比香港還要多選擇 除了貓之外 大家都一定有很多朋友去養狗 不過狗尿箭在這裏好像不太普遍 我相信是因為英國多數人都會有一個花園 所以尿箭多數都是給訓練 即是教狗怎樣去養大便 所以如果大家有花園的話 狗狗一定來到就會很開心 大家可以看到 一些尿箭 這些是給狗狗帶的 如果有什麼病的時候 都可以帶著這些 我們俗稱是燈罩 這些是戰療的狗兜 狗專用的 相信那位狗主都很熟悉 我本身都有養狗 所以我對這些都比較清楚 洗澡用品 牌子種類都很多 分拉或者其他狗用的藥品 這裏都可以賣 之前有看我的Facebook也看到 就算是狗狗用來洗耳朵的藥水 這裏都可以賣 其實我覺得價錢 可能還比香港便宜 因為很多時候這些藥品 其實都在歐洲那邊 找來香港賣 所以在英國可能價錢還要便宜一些 也有一些屋 所以大家都不用太擔心 那各位寵物的主人 都可以放心帶牠們的狗過來 當然有些放狗用的狗繩 狗帶 這些寵物玩具 其實都有很多種類 我感覺上一點都不會比香港少 那位寵物的盒子 用具 其實價錢大家看到不貴 甚至乎有一些狗用的書籍 給狗主看 狗仔睡覺的地方 這些床育 這些墊 其實都很多 選擇很多 所以說 如果香港已經夠了 就不需要特別運過來 因為其實價錢一點都不貴 你會看到 例如這個是6磅 這些是狗的玩具 例如狗玩的玩具 好像在香港 我都沒有看到這麼多種類 反而來到英國 他們可能很多人都有養狗 所以就有很多狗的用品 零食各樣都有 所以大家不需要手提很多過來 或者寄過來 這些全部在這裡買 好像價錢更便宜 所以各位狗主都可以很放心 你看看 這個狗的零食 還特別大條 可能他們這邊 地方大 可以養大隻一點的狗 那就是傑子骨 價錢也是2磅多 這些是給大狗用的狗骨 在這個Greenies 我們就香港人很熟悉 在香港都買得挺貴的 好像這裡便宜一點 所以寵物來到 一定就會很開心 你看看 多少零食 又多玩具 其實這些寵物的日用品 糧食 狗糧 貓糧 其實除了在這些狗用 特別專用的店鋪 有得買之外 我看到很多Supermarket 都有的 當然 種類就一定是沒有這些 專買寵物用品公司這麼多 但你說要買到其實就不難的 所以大家不需要特別擔心 亦都可以很放心地 帶著你的寵物一起過來 這裡除了有狗用品賣之外 它也有些 好像香港那些狗的寵物服務 例如洗澡 剪毛 剪指甲 不過這些全部都要預訂 大家都很清楚 在香港都是一樣 你事先上網 或者打電話來預訂 做了一個預訂 就可以帶你的寵物來做一些服務 這些狗用的水瓶 這裡很搞笑 人很多時候有些是不堂的櫃 這裡有狗糧食的櫃 像人這樣可以 選自己喜歡的糧食 甚至乎有很多狗主 會帶著狗狗 來到寵物店 去選選他們喜歡的糧食 也挺開心的 狗罐頭小不免 大家看到這個地方其實是很大的 除了貓狗的用品之外 其實還有其他寵物的用品 狗繩一定比香港的選擇更多 狗仔穿的衣服 玩具 除了狗之外 剛才也說過 這裡有其他用品可以買的 像這些蟲鼠 Killian pig 蟲鼠龍 龍貓鼠 其實都有很多用品 我看到他們很多時候都會養小兔 當然這些寵物都有不同的糧食 不同的小食 這裡也有人養蜥蜴 你看到他有很多蜥蜴用的用品 小肥肥也有跟我說很想養蜥蜴 因為我暫時未有屋 還未跟他講實 他很有興趣 找一天我都會帶他過來看看 這裡有很多小鳥 有些人都會買一些小鳥用的 放在家裡 在寵物店也有老鼠也有 有小兔子 我看到一些英國人 他們都會帶小朋友來寵物店看 價錢 例如這些兔子 就是60磅一隻 他也有其他用具可以買的 甚至乎雀鳥也有 總之以為我們會不會再寵物嗎 又不會 solche兔子 你還是要做一款 這次是他們要做的